好 國際貿易當中 這個國際大家競爭來競爭去 其實貨幣只是一個平台跟一個過程 像我要跟觀眾朋友提到 為什麼大陸股市 我們從這一次的外匯貶值 人幣的大貶 它看到了一個機會 過去這10年 其實人幣升值壓力都很大 這個升值壓力是 貨幣升值壓力很大 那貨幣的組成什麼 貨幣組成 我們就賣一個東西 賣台電視機 賣台電腦 都要經過人幣跟美元的匯率來做計價 可是真正生產這台電視 可能需要土地投資 需要廠房設備 需要人工的成本 還需要點創新的發明費用 那通包起來 經過匯率的計算之後 賣到美國去 你有沒有競爭力 去看匯價 所以有人說 台幣貶值就出口 它的原因是因為 你沒辦法去特別改變 其中各個生產要素的價格 可能太慢太久 直接用貨幣變升 來改變貿易條件 所以我們跟觀眾朋友提到 過去幾年其實大陸 升值壓力很大 怎麼辦 包括我們看過去十年 中國房地產大漲 就是土地 土地價格大漲 其實就等於 人民幣的內部升值 過去三年 還記得郭台銘的跳樓事件嗎 不是郭台銘跳樓 郭台銘的員工跳樓事件 搞得郭台銘快跳樓 觀眾朋友 這事情是一個公安意外 或一個社會動盪的一個 值得檢討的地方 可是它代表工資 工資的大幅提高 這也是人民幣的內部升值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所以過去人民幣的內部升值 它用生產要素價格調整 來化解人民幣的升值 講那麼多跟陸股怎麼關係 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知道 中國房市貴不貴 貴 陸股崩盤 有人泡沫 如果可能有 都要跌價 那都要跌價怎麼辦 過去人民幣外部要求你升值 我用內部升值來化解 現在內部東西要貶值 反過來 人民幣的崩跌 人民幣的貶值 就要化解內部貶值壓力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同樣 對大陸人沒感覺 因為這個植子走來走去 對外國人很有感覺 最近陸股沒有漲 可是人民貶值 他都變成有利的 我要想去你做觀察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所以人民貶值 在ETF當中出現嚴重的折價 就是明明禁值10塊錢 可是ETF可能市價只有9塊8 9塊7 全球最大的幾個ETF 中國ETF都貶值很兇 什麼意思 就是ETF不是一支股票 它是一個市場的共同基金 明明台北股市現在是8500點 它偏偏ETF是8200點 價格賣給你 當然有點打折 有點優惠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 官媒扔貶值除了貿易之外 很重要 加上你知道 它是為了化解內部泡沫的壓力 其實就是不一樣 本來它應該再跌了 可能跌到2800 可能跌到3200 可是願意貶值就不用跌了 您的觀察 對這個 你說這個基金的一個折議價 到底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那目前看到這個中國相關的ETF 是呈現一個折價 而且折價的這個幅度非常大 對 那這個過去我們拿這個 A50來看 對 這是A50的ETF 過去一年的時間 這全球最大的 對 中國的ETF 對 大概我們分成幾個階段 在這個A這個區域 就去年 大概從這個5月份到9月份 當時這個其實中國入股的部分 其實股市漲得不多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反而都呈現溢價 就是買ETF還比較貴 對 那奇怪 明明就市場不注意 為什麼在一堆人在買ETF 不知道是誰 那想 這一定不會是散戶 那你想想看 就是說可能是國外的這些投資人 甚至於這些基金 這些機構 對 那買了以後 其實混了一段時間 到這個去年11月份開始廣善狂飆 去年底開始廣善狂飆以後 到這個 這個11月份以後 就開始慢慢呈現一個折價 對 就說這個股市明明很熱 一拼命往上漲 反而這個ETF反而是漲不動 對 就漲得比較少 或者是說它一直跟不上 就一直有一個折價在 那所以以這種折價 溢價來看 其實溢價的部分代表說 其實你對於這個市場是比較看好 對 在買進 我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去買 外國市場 對 外部人 那等到漲上來以後 其實反而是比較呈現一個說 我漲上去 我趕快一直拋售拋售拋售 我可以低於那個 本來應該有的價格去賣 是 所以現在看到這種折價 感覺上這個 國外的投資人 對於這個入股的部分 其實並不是這麼信任 對 就覺得這個投資可能有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概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 可能認為人民幣可能會續貶 是 第二個可能對於中國的金融市場 實在是不太敢信任 受夠 因為之前聽到一個暴力救世 聽到大家都嚇壞了你知道嗎 對 還可以暴力救世 對 這種市場他都沒聽過 還有暴力貶值 對 太恐怖了 所以對這個市場是比較擔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這種現象發生 所以產生大幅的這個折價 所以不能看到折價比較便宜就跑去買 可能對國外的投資人來講 其實他反而是 未來是需要再觀察的一個市場 蔡老師你幫我們看一下入股 因為入股這一波像這幾天 今天又起來了 因為我們還是挺關門的注意到 因為我常用這種匯率關係 假如我們在那個上層思考 因為匯率 它只是一個工具 從過去10年中國用內部的生產要素價格 來調整外部壓力 現在當然可以反過來 用外部的一些效果 來回來緩解內部貶值的壓力 所以入股到底怎麼觀察 這次貶值 事實上對於中國貨幣 貨幣上是寬鬆的 另外對於中國市場 對於外部投資人 外國投資人是打折的 你會怎麼觀察 這到底要震盪多久 四個買點嗎 那麥婷之前講過啦 就是這個 我們最大的主力換手區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3300到3600這個地方 真的就直穩 而且只有下影線 其實它都在上遠3650點之上 所以這個地方 是主力不會讓它打下來的 因為這是它的成本 因為這個地方頭不向頭 有沒有 沒有看過半屏山的頭 所以起碼你 再上來再做個頭 你要下去再下去 是 那也就是說 第一次一定是出不乾淨 所以主力為什麼不讓它跌破成本距離 這是國家對勁廠的嗎 對 這個就是不讓它跌破成本距離 因為出的速度 這個速度快 它出不乾淨 那最起碼你要上來再出 會跌的時候 那時候再來跌 是 但是整個長線結構 我們講過 將來這個高點還是要過的 對 只是說時間 因為我們講過這個時間會很長 那再來就是 現在問題就是說 到這個地方 我們日信在昨天講過了 那現在就是開始往 這個中間值 在4000點上下 對對對 那這個是一個安全震盪區 如果上來這邊再安全震盪區 國家隊會放出什麼樣的消息 人民幣貶值就是利多 觀眾朋友 你以為蔡生草 是買得多會人民幣貶值嗎 國家隊買得多 人民幣就跟著貶值 所以後面還不會有利多 你光看這一根量就知道 以量來講 最大量就是出現在 這個下影線這一根 最大量就是下影線這根 所以說剛剛世光講 籌碼在誰手上 現在就在主力的手上 管它是什麼 就是業內或者是國家隊 只要有主力的 它就是屬於強勢的